來自棋 哎 姐是我哎我去聽我跟你說自棋 這表妹 他怎么不接电话 这样你先住下 回头我跟他说一声 对了 他好像在你爸公司上班 这么巧啊 没想到都三十岁 还会被虚幻的爱情伤的支离破碎 多希望自己是个铁人 没有眼泪 没有情绪 往后余生 愿我无间无罪 小姐姐一个人喝完酒 你起吧 走开 别来烦我 瞧你这样 我会是被甩的 酒宝 给这位小姐姐来身几个单泥 几个单泥 给对面小弟来一片拨摸是吧 算我的 酒量不错 来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嗯 你好 我是新来的租客 我叫徐云树 给这位小弟弟也来一瓶 摸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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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我漂亮不漂亮 漂亮漂亮漂亮 你哪里坐坐 男人都没有好东西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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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你醒了我是新来的哎 啊啊 你谁为什么会到我家 我是新来的租客 我救出内务 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吧 啊 啊 你怎么还在这儿 啊 小姐姐 谁是你小姐姐 昨天不要跟我提昨天 你房租多少我给你双倍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搬出去 我就是因为没钱所以秦姐才让我先住这儿呢 哎小姐姐你去哪儿 小爸 快 再怎么样你也不能让我跟一个不认识的男的住一起吧 急 她是我一个大学老师接上来的 我实在拒绝不了呀 回头请你吃饭好不好 好 张总 这是您男朋友一大早送来的 对 控制室点开会 好的 你先出去一下我们有事要谈 好 别整天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老公董 老公董 死许主 自己一个人跑了让我一个人冲在火里 徐总 那几笔董事收领的股份加起来不算是 是不是还一还 不用 既然已经决定了 就必须颤住 一山不能容二虎 好 那么我们这个蜂蜜蛋糕就是这样了 感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一百万粉丝的目标又进一步了 光明天见 我们下把两下放了 不好意思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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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晓得到底什么人呢 你是不知道 刚刚拿着鬼的照片一顿音效 简直就是一流氓 你是不是想多了 我不管啊 你该让他搬走 大不了给你加房租 这真不是加不加房租的问题 我跟你说过 他是我老师介绍的 我不好拒绝 除非叫自己主动离开 主动离开是吧 这个是你说的 哎小姐姐 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一半 干嘛 小姐姐 你吹口干能不能把门关上 我还是睡觉呢 现在几点了 我上午不用上班的吗 我每天都会这个样子 你要是不习惯 可以搬走 哎呀 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今天呢我们 教大家做一道蜜汁排骨 当然蜜汁排骨这个 蘸料也会比较重要 我们接下来去选 我看到跟我同居的室友小姐姐了 带大家去打个招呼 小姐姐 小姐姐 你在干嘛 我在直播啊 打个招呼 我警告你别拍我啊 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个人隐私啊 哎 不好意思啊小姐姐 我跟你很熟吗 哎小姐姐 晚饭做好了一起吃啊 这是公共区域 你能不能自觉一点 不要乱堆东西 啊 不好意思啊 我收拾 还是那句话 你要是不习惯我的生活方式 不要勉强自己 马上搬出去 甚至是啊 感谢观看 你怎么这么早 杨哥姐你醒了 早上好我已经做好了早餐 早饭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吃的 不然对身体不好快来 你怎么学这么早 嗯 我想好了 如果要跟你长期生活下去 那就一定要习惯你的生活方式 哎你你不吃了 杨总怎么爱上男气的 昨晚是不是没有消息好啊 你说怎么样才能把一个 你不喜欢的人赶走呢 杨总我是在哪里做错了呀 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我刚搬来的那个室友 这个嘛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这样会不会太损了呀 杨总心不狠吃饿的可就是你啊 我这就给你安排 老师傅修好了没有啊 杨总啊 妈妈跟我交代过了 这不会毁容办 不会 二十年的自身专家了 哎小姐姐 热水器修好了 嗯 应该修好了吧 啊 不是不让你叫我小姐姐吗 还有 还有 你能不能注意点个人形象别光榜子呀 哦 小姐姐你脸红了 热 小姐姐 别打脸别打脸哎 赶紧把衣服穿好 下不为例 李清达哎亲爱的送给你吧滚 哎我说到上次是我错了 但总得给我一次改成的机会吧 你要是再不出去你就要交担架了啊 哎别别别 上次给我打的伤还没好了 我不想再说最后一次了滚 哎哎原谅我一次吧哎 谁这是啊 啊 滚 我不想再说一遍了 你能跟我装吗啊 你给我装手的装你干什么 你要给我死吧哎 谁这是啊 啊 滚 我不想再说一遍了 你能跟我装吗啊 你给我装手的装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小兔崽了你放他放他 李清达你走不走 不走我抱酒了 杨子歇 真有你了 你别给我后悔 啊 谢谢你要迅速 你还你知道我的名字啊 刚刚那人跟你什么关系 我现在心情不好 让我敬你好 行那 我先去洗澡 小胖二十七号 你怎么老是这么忙 这个月才陪我帮我两次节 哎呀实在没办法太忙了 等我赚了钱 就给你买一套大大的房子 天天陪你逛街 对了 那个 齐横商贸的沈总 你是不是认识 谈恋爱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聊工作 好 不聊 只谈恋爱 啊 明天带你去吃西餐 怎么样 真的吗 真的吗 那我要吃牛排 两块 管够 沈总 哈哈哈哈 来了 哎 杨小姐 沈总您好 紫棋是我女朋友 跟您也好长时间没见了 就一起吃个饭 行那坐下聊吧 哎 哎 徐叔 嗯 那个师傅是不是接错水管了 可能吧 明天我再找他过来看一下 那就麻烦一下小姐了 叫我杨紫棋就好 杨紫棋见得多生疏啊 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特别的亲切 以后我可不可以还叫你小姐姐啊 你想叫什么叫什么吧 等我啊我就可以拿药箱 哎 小姐姐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药啊 习惯了 已经练散打的 刚那人 是你男朋友 前任 对了 看你这样子也不像小朋友呀 天天穿成这样 我这些哎呦 这些都是扣上去的 我妹说我长得太帅了 如果不打扮成这样 嗯容易受欺负 哈哈 行了今天就先这样 明天去医院换药 嗯 哎那浴室的水 早点睡吧晚上 对了这时候别碰水啊 好 好 好 我先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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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饿了弄点东西吃 那我来吧 可你的手 我爱吃 我爱吃 谁啊 哎亲姐哎云树 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 都挺好的谢谢亲姐 亲姐您先进 哎你的手啊 昨天洗澡的时候不小心烫伤了 没事 那个我号你这个话你啥眼神的 嗯 哎 子歧也子歧 你这做得也太低劣了 回头我找 哎别 亲姐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 去找小姐姐麻烦 我 自己会处理 姜总 怎么了 没事 可能有点感冒 哎呀 来了 来就来吧还带东西 老家待了点特产 回来 要是点心意 你说咱俩这关系 你还搞这一套 说吧 什么事 我听说 咱们市的年终发布会 快开始了 小姐姐 我在家里做了晚饭 你要是还没吃饭的话 就一起呗 我们会也 orders 我一定要十二 一 一 三 哎呦这么多菜啊 嗯 嗯不少不少 那你再休息一下 我還有一個菜馬上就好 好你就換件衣服了 哎 好 哎 這件會不會太漏了呀 哦 小姐姐 你穿這身也太好看了吧 你怎麼沒穿衣服啊 啊我剛做菜的時候油弄身上 哎先喝點湯 謝謝啊 小姐姐 我住這是不是給你添麻煩了 嗯 為什麼這麼說 沒什麼今天房東來了一趟 檢查了一下水管 我承認我之前 確實很想讓你搬走 因為我不太 適應跟男生住在一起 不是不是 我不是怪姐姐的意思啊 我也知道自己住這兒可能不太合適 所以就只能讓房東 給我找到這麼多 當然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現在正式歡迎你成為我的新室友 嗯 你是真的啊 小姐姐姐真是太好了 嗯來來來 快吃菜 給 你應該是本地人吧 為什麼要出來煮啊 啊 因為我跟家裡鬧了點矛盾 所以 李家出走了 當然這道菜的靈魂就是要加入番茄 來我們吃 切兩次 你說說你 讓你回公司找班也不去 進搞真像亂七八糟的動作 一個大男人 窩在家裡當廚子 丟不丟人你啊 這有什麼可丟人的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生活方式 你憑什麼干預我的選擇 你是專注搞你的事業 一年也見不著幾次人 我跟思思都快忘了你長什麼樣了 總以為錢就可以搞定你一些 從小到大你有考慮過 我跟思思到底想要的是什麼嗎 你幹什麼 沒出現的東西 要么現在給我回公司上班 要么立刻給我滾出這個家 滾 行 我這就滾 喂 你沒事吧 沒事啊 沒事 吃飯吧 你怎麼不吃啊 你去接個電話你先吃 喂媽 嗯挺好的 對了你看著我爸表 別讓他老喝酒 管他幹嘛 喝死算了 對了 你跟你男朋友處得怎麼樣 可不許欺負人家 你都這麼大了 再不結婚就成滅絕失態了 媽挺好的 您能別老瞎操心嗎 我已經買了去你那兒的機票 順便見到你男朋友 趕緊把婚定下來 媽你弄別 咬你 怎麼會 你了嗎 你真的 咬得 我真的 說 你 咬得 你刚才说你离家出走 那你现在的经济来源 我现在是个美食国主 不过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名气啊 但是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我一定会成功的 梦想这个东西还是要有的嘛 虽然现在 依然很穷 丽丽真的越发的可爱了 你 这是在夸我 那如果现在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 你愿意尝试吗 什么机会啊 做我男朋友 准备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你得相信我的眼光 你好 这件包紧的 好的 小姐姐 我觉得那件衣服穿的也挺好看的 对了 还有这两件也不够包紧的 还有这件 好的 我不想了 我实在是太累了 你也太能逛了 这算什么呀 对了 从现在开始叫我亲爱的听见没有 别捞线了 行 把衣服脱了 不 不太好吧 虽然我是你雇佣过来 你想什么呢 我说要帮你搭配件衣服 省得穿的跟小混伙似的 丢人的可是我 哎 嗯 真帅 你是说过 还是说一番 自恋鬼 对了我下午工作还有事 你把这收拾一下 我妈喜欢弄突然袭击 知道了 小姐姐 你叫我什么 亲爱的 亲爱的 哎 哎你好我是你阿姨 我知道我家亲爱的都告诉我了 阿姨您看起来真年轻了 哎呦小伙子你嘴真浅 哎呦小伙子这水我就不喝了 我爸来事得赶紧走 不是阿姨 你这刚来就要走 是我哪招待不周吗 这小伙子该不会是看什么了吧 这小伙子该不会是看什么了吧 哎呦你家里还有其他人吗啊 啊 啊您说紫棋啊 她开会去了 不过她特地吩咐我要好好招待你 招待我 哎阿姨我帮你去睡呗 哎呦你这这这 不好意思 这小伙子手感的真不错 长得也周真 就是脑子不太好 哎你小伙子啊 嗯你结婚了吗 哈哈阿姨结婚这种大事肯定是要过你的嘛 小伙子啊 现在社会有个叫宅男的 死宅死宅的 嗯 不愿意出去交流 错过了很多女孩子 可是啊 阿姨是有老伴的 不是阿姨 嗯 你说什么啊 哎呦我知道啊 你脸皮薄 没关系 这不会告诉别人的 哦对了 这一码归一码啊 人口普查是要继续的 赶紧把身份证拿出来 这什么跟什么呀 你们人口普及没完了是吧 你是谁呀 不知道妈你又是谁 你叫我什么 我叫你大妈 这是去哪了 那刚下班呢这怎么了 哎呦我错了 今天到底怎么了 我问你话呢说话呀 阿姨应该吃了我做的菜 能不能别生我扯动扯息的 老实交代 我把阿姨当成剧委会大妈了 剧委会 你们俩干嘛呢 妈 我们闹着玩呢 呃 啊 对阿姨我们闹着玩呢 妈你去看电视 啊 你准备抱多久 你准备抱多久 哎呦 哼 啊 阿姨啊 我做的饭菜合你没口吗 厨医还不错 想你补过吧 唉 对了妈 今天晚上你就睡我那屋 让云树啊 出去住一晚上 说什么呢 都住不得一起了 还跟妈这儿演戏呢 妈什么没见过 小徐 啊 去那哪儿也别去 去住一屋 我警告你啊 今天是特殊情况 你可不要多想 知道了 你干嘛退一会 我学校干嘛不脱衣服啊 我还在这呢 小姐姐啊 这可是我的房子吗 呃 你干什么 这我的房间 呃 我的房间 我啊 嗯 她 嗯 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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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啊 你这么让你 还有最可爱的喜欢一身喜欢你 你可要珍惜 抓紧事情肯定把朋友挂起来 哎小徐哎在阿姨 嗯下个月安排我跟你父母见个目 我妈这太快了吧 你都三十了 阿姨我自己的事自己就能做出 婚姻大事怎么能不跟父母商量呢 就这么定了啊 阿姨路上小心啊拜拜拜拜 终于走了 谢谢你啊许远叔 以后有什么需要姐帮忙的说一声 什么你想说什么 啊 小姐姐 你有没有考虑过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恋情 跟谁恋 跟你恋啊 别太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从我住进来的第一天我就喜欢上你了 我想要好好保护你 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 你保护我 我比你大七岁 我保护你还差不多 咱们俩做朋友没问题 谈恋爱 就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啊 如果你是因为年龄差距的问题 那你真的是多虑了 爱一个人跟年龄无关 我迅速对天发誓 我一定会好好对待杨子琪 我求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我知道你是认真的 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 而是我要的安全感 你给不了 我 我会是没给你看的 杨总 公司年终发布会修长资格被取消了 什么 现在同事们对此提出质疑 要你来拿个章程 杨总 什么情况 都这么一层卫视了 主办 到底怎么回事 秀场的资格为什么会被取消 杨总 我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秀场的资格 现在怎么办 大家安静一下 主办方便怎么说 谁知道呢 对接都对接不上 前期准备一切照旧 三天 给我三天的时间 你说三天就三天 老刘 杨总的能力 我还是相信的 这个便当是你做的 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 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 以后 今天要再开心 我享受 这是第一家 就是在最后二天的时间 是只能够 可以 我最后一天的时间 好 哎 干嘛我忙着呢 呃 问你个事啊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女生 你这有没有什么好一点办法 什么 哎你要追谁 我说的是我一朋友 哥 你骗得了别人 你骗得了我啊 哎咱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一张嘴 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行了别废话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大不了 回头请你吃一顿KFC 一顿KFC就给我打发了 快说到底有没有办法 算了算了 谁让我们是亲兄妹呢 这次我帮你 哎 听着啊 软磨硬胖 直男儿上店女怕人打玫瑰色美人 必东出真情 哎呀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听起来好多甜蜜爱的样子 那当然 我可是我们劳动二终第一行上 行 呃回头再见 你挂了 哎呀 吃吃吃嗯 就知道关心闺女 那云术都离家好几天了 咱们要不要把她找回来 不用管她 没钱了自然就回来了 你一心大 你吃点去 女人 寒冬挡不住我的热情 玫瑰花 代表我被躁动的内心 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我没有笑你啊 不过你真的不太适合霸道总裁这关 不适合我没有关系 适合你就行 三秒时间已过 你考虑的如何呢 都说了我那不合适 这不挺合适的吗 小弟弟 你还嫩了点 啊 小达工作室 没有听说过呀 新注册 喂 你出的都是什么搜主意 根本就行不通 爸总这套都不吃 这准枣子大行有点高啊 完没完 说这事 你别急别急 这一个不行咱又下一个呗 我保证下一个一定行 出来天天 今天帅哦 对面 嗯 美丽的小姐 小熊叔叔为你服务 姐 不不不紫棋 你回来了 我给你准备了晚餐 我跟同事在外面吃过了 你要是困了就早点睡吧 我不困 我一点都不困 晚安 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啊 你很好 是我的问题 我会把这个疯狂的时候 我会写你 我会写击 我会写出来 你翻擠 你肯定是该耶 我会写出来 你肯定是该生的 我会写准 它是因为没写所 你肯定是该生的 我会写击死的 你肯定是该生的 我会写几肢 我会写击死的 你肯定是你肯定是该生的 好 好 玫瑰花 主公晚餐 我都很喜欢 可是你也知道我上一段感情有多失败 短时间之内 我真的不想再谈恋爱了 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 我真的不想再谈恋爱了 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 知道了杨小姐 我以后 不会再打扰你了 进 杨总这是主办方的信息 出去吧好的 喂你好我是杨紫棋 杨首席 哦杨总 久仰大名呢 你认识我 杨紫棋小姐不要着急 我会给你一个地址 如果你想要重新拿回发布会的资格 我们当面聊 哎 哥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能让你这么迷恋 我就想知道这准嫂子 叫什么名字 行了别拼了行不行 她叫杨紫棋 杨紫棋 怎么你认识啊 嗯没什么 就是感觉 好心里的耳熟 好 吴先生 如您所愿我来了 久仰杨总大名啊 今天可算是见的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就知道是你在背后搞过 别说的那么难听 商业运作 说吧什么事 紫棋 只知道 心里一直都是爱你 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 我们 李青达 跟我在这装什么情圣呢 你当初追我不就是因为我能把你拿到免费的销售渠道 到底要干嘛 时装样板 我要你今天所有的时装样板 你刚才跟我说的所有的话 我已经让我的秘书录音了 我想后果你应该知道 马上归还发布会资格 否则 我 交出来 看来杨小姐是敬酒不知吃罚酒的 杨子齐在吗 发现杨总不在 诶 余思 你不是我爸的秘书吗 怎么掉这来了 杨子齐去哪 杨总去找权方的人谈发布会的资格 现在被人威胁了 啊 你说什么 你先报警别急趴着我马上过来 我知道你手底下硬 但是在我乌隔这 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 喂 我是徐樊男 吴磊 徐云术也在 这样 先保证徐云术的安全 实在不想给我绑过来 现在把手机交出来 我之前的话还有效 李清达 你可别后悔 李清达 李清达 你怎么来了 我来这 救你啊 你怎么受伤了 我没事 带你去医院快 姐 疼吗 你帮我自己来吧 哎呦别动 我说过有我在 哥 腻不腻啊 小皮儿懂什么一边呆去 屁 杨小姐 你是怎么做到的 能够一打二 好厉害 没那么夸张 我以前学过一些综合格斗跟三打 格斗 哎 那你有空 小几块呗 行啊 只要你不爱吃苦的话 那当然 哎 那那些奖杯 都是你的 哇 哥 以后可惨了哟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赶紧走吧 父母别着急 啊啊 嗯嫂子 我下次来来看你啊 行我回走吧 那个 你怎么知道他有微信啊 啊 他是咱爸公司的首席设计师 行了快走吧 那个 你怎么知道他有微信啊 啊 他是咱爸公司的首席设计师 你那天说杨紫琪的时候 我就猜到了 今天去公司证明了一下 碰到了他秘书 啊 那看来我们那真的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啊 单恋的人智商果然是负责 你赶紧走 哎对了 别跟老徐说我在这啊 我才没那么多事呢 哎哥 这次眼光不错 我认得 快走吧 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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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算了 以后咱们能别那么冲动吗 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 还英雄救美 啊 哎 你还没吃饭吧 我去给你做 打完架很消耗体力的 你想吃什么 没事我看错了 没事吧 你会碰你受伤的地方吗 嗯 今天谢谢你来别处救我 所以 你是带着你们了 看你表现 哈哈哈哈 对 我知道你的出现是上天安排的作业 也不许我给声说不出全部的爱很对 爱的陪伴也让我一天一天慢慢的陶醉 两个人走到一起管他去说谁错谁畏 我难过的时候你出现的却那么干巧 也真的怀疑这是老天给我爱的讯号 开始幻想抱着猫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牵手之口答应我分手的话 他双眼皮的微笑 这是爱的味道 就我身前刚刚飘 我爱假装受不到 恋爱就像是长包 过程总是必要 一旦确定了目标 你我要白头到老 他双眼皮的微笑 他双眼皮的微笑 喂 喂喂 现在情势大好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你一个大男的你问我 当然是 哎呀你懂 这会不会太快了呀 哎呦我的好哥哥 这可是关键时刻 你可不能怂啊 行了行了 你小屁怎么懂 快 哎呦哈哈 哈哈哈 吴总 吴总 最近老黄和张和的事情你怎么看 哎我能怎么看的 还不是蜇总您怎么说 咱就怎么做嘛 哎哎呦我怎么看呀 老刘啊 毕竟你跟了我十多年了 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老黄和张和 怎么说也算是咱的老朋友了 老朋友他们现在已经算不上了 像这种昏了头的人 还是早早地踢出去为好 听说咱的设计首席杨子齐 也是他们一手踢罢了 杨子齐那边的事情我会尽快解 你就不用操心了 明白 明白 五点五十做主才刚好 我干吗 你干吗 你干吗 是水的 我还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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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今天再多睡一会儿 公司还有事 他周末的能有什么事啊 见谁啊 男的女的 知足啊 没有 嗯 那我想想看 要不要让你心里不去 啊 行 云术一号已就位 请客坐稳 出发 啊 这是什么啊 啊没什么 进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杨总 请坐 耽误你的休息时间了啊 董事长客气了 董事长今天找我来 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杨总年轻有为 仅仅是持有技术干股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亏了 有没有考虑进入到董事会 张总跟黄总是把我从一个小设计师一路带起来的 就凭着这份恩情我也绝不可能背叛他 如果您非要弄走他们 我也只能选择辞职 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董事长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我男朋友还在等 干嘛着我去送你 董事长请留步 董事长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男朋友许女术 啊 董事长请留步 董事长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男朋友许女术 爸 我还以为你死在外面了 死外面也不用你管 你 你没有告诉过我你是许董事长的儿子 我 我看你们俩现在沟通好 想清楚了再找我谈 所以你早就知道我在你爸的公司工作是吗 我不是要故意瞒着你的 我就像一个傻子样在被你玩耍虚大公子 很好玩是吗 不是这样的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早就想告诉你 但是我怕你知道了就 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审视一下我们俩的关系 姐你别走 放手 你放手 我不放 说什么也不能放开你的 我循运叔这辈子就认定了你杨紫棋 你 我这就给你我的伤疤 我给你郑重的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你未来的儿媳妇 小孩子不懂事 杨总见笑了 我看起来像在跟你开玩笑吗 胡闹 长这么大了 一点脑子都不长大 为什么从小到大不管我说什么 臭小子 你还知道回来呀 要不是你妹妹说你没事 我都要报警了 哎呦妈我已经不小了 我公司还有事儿 我不打扰你们 你家感觉了 哎别姐你别走 云术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好好的跟你父母沟通 离家出走并不是什么长远至今 我在外面等你 云术 你谈恋爱了 为什么不和我们商量一下呀 干什么事儿 为什么要跟你们商量 你还小 你不知道外面有多险恶 万一他是贪图咱们徐家的产业呢 产业产业 你们把产业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们一样啊 还有我有自己的规划 没有你们我照样可以活的 我求你们不要再管我了 哎 老公你说句话啊 那他走 哎 你这是干什么 你就是儿子这么吓不闹吗 他大了 该有自己的想法 何况那杨子琪手上还有我想要的股份 连自己的儿子都这样算计 我这是在尊重他的想法 等你在这儿啊 我一直到处在找你 我想你一定有话要怎么说 我其实 一直只想做我自己 我不想让人因为我是徐汉南的儿子 而对我宁愿相看 而且我怕 我要是真的一说 你说 不要瞧我 我杨子琪不会因为你是徐汉南的儿子爱上 也不会因为你是穷小子儿子 我在意的是我们之间的信任 我保证 我以后一定不会欺骗你 我一定会 你一定会超越徐汉南 也一定会给你我徐你的信 我不需要金钱的时候 想你爱我的女人还在我身边 我答应 待会儿来这儿干什么 老了 老了 我看到的是全世界 是一段回忆的 你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的 不会是 黑心的 是国际教练 那个时候我从我的老家刚毕业 我以为凭借着我的拳头 可以在这里打出一圈针 直到有一天 我来到了这里 我背着人潮淹没 我不知道还能打几 那个时候我就彻底放弃了国际教练 开始努力学习俗装俗 因缘机会之下 就有了现在的杨紫棋 思念却已经无法停止 谁啊 我也一直 真的 今天带你来这里呢 不是为了跟过去造个别 还是我会一直 嗯 比这楼还沾 哎你的主意这么好 要不然咱们开个家庭厨房吧 你做饭 我去给你送外卖 送外卖 要不然呢 咱们俩不能去乞讨吧 其实我觉得 不然 凭借着我的这个诚意 还是能在起播车 碰到吧 跟你开玩笑的啦 毕竟我在服装设计行业干了这么多年 再怎么去也不必要你来养吧 我决定成立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 怎么样 要不要加入 可以啊 抛幸福的铅笔翻整楼 你这哪分车了杨子齐 杨子齐 其实是他们一手带出来的 如果他们联合在一块 对我的威胁太大 这个时候不能受伤 那可是云树他 云树他长大 他既然做出了选择 那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拼招啊 都是这 按照这上面的要求 高新聘请设计师 好的 之前我一直下不了决心 这次是个机会 而且 而且什么 9月 那个时装设计盛宴 我跟我父母之前一起参加过的 你是打算从这入手啊 那天各大品牌的公司 以及顶尖的设计师都会去参加 说他是一场设计师的盛宴 也毫不为果 如果我们能在那场比赛中 得到资方的青睐 那么接下来的订单跟销路自然不成了 我这个人可是很记仇的 名字什么都不重要 但一定不能输给老东家 嗯 这一次没有签公司的设计师就那么几个 他们是什么设计风格 我了不知 你干什么去啊 四十 张南小姐是我们公司新任的首席设计师 她主打欧式的众设风格 大家都有所耳朵吧 董事长 董事长 今天的结果是你我都能遇见的 我正式辞职 感谢诸位多日以来的照顾 咱们有缘再见 可以 离开可以 但是你所有的设计稿必须留在公司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哎呀 哎 哎 我刚才可都听说了 实在是太傻 哎我还真想不想今天回来接我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以为我会怕我爸爸成 是谁看到他爸啊 吓得跟着安 你 取笑我 是不是 杨子欣你取笑你取笑我 你你取笑取笑我啊 啊啊 有辞失 我听说 替你们塚 替똥anos 好敢不敢和哥们你啊 下次还敢不敢一下 还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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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쓰고 哎 好 想加热跟你知道了 我们的渡市 刚刚开始 思念却引起来 情无法停止 徐玉树先生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杨紫棋的首席 鼓励及后领部长 啊 哎 终于了 哎 啊 董事长这是 我相信以张大师的能力 一定会设计出非常棒的作品 为我们公司在时装盛宴上拔的头筹 徐董事长可真是用心良苦 不过他的作品 我可不可以 那我就期待张大师的作品咯 不过他人是用心理自己的作品 不要跟我讲过 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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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赴了 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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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疯了 没疯了 我 亲爱的 我们好久都没有 我现在要专心弄设计稿 我不 我来乖 嗯 春秋哎不是我真的好觉得 你别 你能不能别吐我呀你 群叔 群叔你个忙八蛋弄开门 群群叔 群叔你个忙八蛋弄开门 群群叔 当初是你说要请我吃肯德基的 要不是看来你是我哥的份 我会这么便宜你啊 没想到连肯德基都要靠我哥的 害过分了你 你 哎 你们这干嘛呢 怎么把房间 弄成这个样子 我们准备弄一个服装设计工作室 成立自己的品牌 这么有意思啊 哎 带我一个 不行啊 为什么呀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你说了不算 嫂子 哎呀行了 我们家小思思最乖了 你一定不会告诉你爸爸的别吗 怕老人 我去接个电话 杨总 别来无恙 说董事长的福 我早就不是什么杨总 那我就直说了吧 我夫人的意思是希望云叔能回家 云叔他自己长的腿 我又没有拿着刀逼他 要是徐云叔不回来 九月的时装设计盛宴 我会让你在这个行当里永远消失 你知道 我是有这个能力的 又拿我说事 你怎么不说是你想让云叔回来啊 别生气 这还不是你天天念叨这让他回来 你这样对杨子齐 我是担心云叔他难做 如果不这样做 咱们怎么知道他们的感情是真是假 毕竟云叔要成长嘛 怎么了亲爱的 谁给电话 没什么一个朋友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 我说没什么 哥 我刚点了肯德基 一会你付钱啊 啊 啊 你们 怎么了 没什么 哥 你到底有钱吗 没有 你都混成这样了 那我的肯德基怎么办啊 我来买 还是嫂子好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这家店看看衣服好久没买新衣服了 咱们能不能先把正事干了 等发布会结束我陪你去买 我买呀 还都来了也不差这会儿啊 嗯 哈哈哈哈 嗯 群叔 你喜欢我 你要什么 我问你喜欢我吗 当然喜欢了 那你愿意娶我吗 我必须愿意呀 现在 现在是不是要是太快了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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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好 好 小猿 我 完美 你怎么下来了 你看 我给你精心准备的食材 走给你补补身子 我的裙子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脏 什么裙子我不知道啊 脏了回去洗洗不就好了 走 我不是 哎 整天就这样弄你 你也不忘带你还是干嘛 我精心为你挑选这些食材 就是因为看你最近太累了 想给你补补身子 你就为了这么一条破裙子 跟我发这么大脾气 破裙子 对不起啊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许君说 你就是一个生活在自语世界的小孩 刚才说对不起 我们伸手了 我说我们分手了 别开玩笑 对不起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哥 你看 这是咱爸公司的设计图 我我费了好大好大劲才从来的 怎么样 哎 怎么了 我们分手了 啊 这么快就被刷了 我来个人 再看过后 我知道 我找你 我要知道 我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间带走的你带来了伤痛 喜欢着我自己坐着去吹风 我想念你我分开后的那句点 坐在回忆里等我该怎么办 我试过面对离开 却知道敷衍不赖 收起疲惫的表情 装作自己没被伤害 我试过面对离开 却发现假装不赖 这样的旋律是我最美最美的 按照这个去执行吧 别漏掉 所有的模特全部招过来吗 好的 你把所有模特都请了 那袁树他们不叫 要的就是他们无人可用 如果这关都过不去 在我手里 总比栽在别人手里强 老子 你怎么了 这是我哥让我偷拍的 我爸公司设计 让你看到有没有什么灵感 我不需要 我们设计师最烦的就是抄袭了 反正这是我哥一片心意 你恋爱看不看吧 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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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 überzeug的 NSWB的CB很清楚 填满了裂缝 时间带走的你 带来了伤痛 习惯着我自己 坐着去吹风 我想念你 我分开的老去点 我哪有个 想一生在这里 没人 我这是你 我复习你我 分开后最后一 如果你实在不想看到我 我也可以马上消失 你等我 该怎么办 我试过面对离开 却只能敷衍不来 收起疲惫的表情 装作自己 你被被伤害 我试过面对离开 却发现假装不来 这样的旋律 要开始吗 好了 别紧张 加油 怎么就你们两个呀 董事长何必明知顾问呢 釜底抽签 好算计 用不用 借你几个模特 用不着啊 我们会让你们刮目相看 那么有自信 那我们就等着你 让我们刮目相看 你们父子俩这关系 真让人看得着急 他跟我年轻时一样 却脾气 马上要开始了 赶紧准备吧 死马 什么来 何三找着你们了 你总算是来了 不是 我实在找装模特了 找了三个同学 凑数 能行吗 就我们三个人 那么多衣服 我们来得及吗 咱们抓紧时间 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是要辛苦大家了 不辛苦 被嫂子服务 可是看他们 看起来好专业啊 我们能行吗 他们虽然是专业的模特 不过你们的朝气跟青春 他们没有 咱们自信点好吗 来吧 抓紧时间换衣服来不及了 快 走 杨子齐的服装 设计感虽然不错 但今天绝对不会 胜过我的皇家迷目 许总 不会以为 他们能翻盘吧 当然 我对张大师的作品 是有信心的 把思思同学叫来当模特 真亏他们想得出来 许总学长看起来很欣慰啊 马上就到咱们作品了 你觉得干吗 做什么 你觉得你做什么 你把我还给你 你早冲点 可以 你怎么都不要 我吧 我去 你去 你去 想不到他这次大改风格 这种淡淡的设计 连我都觉得简单 这怎么跟我之前看的设计图 不太一样 还不如把钱撕了 点火锅吃 撕你刚刚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说点火锅 不是上一句 上一句 把钱撕了 你是想到了什么 我之前看你设计服装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为什么服装设计 一定要是一个整体 在我看来 服装设计跟我做菜 是一个道理 是把所有东西 砸入到一起 怎么会这样 我一直认为 服装不应该拘泥于一种风格 时下的年轻人 最想要的就是展示自我 展示个性 通过扭扣与绳结 将本来单一的风格 变得丰富多彩 而这 才是我要呈现给主 从服装设计的角度而言 风格的进度 必然是不断突破 传统的术实圈 迎来更加多姿多彩的未来 好多姿势 我认识 YES s 可惜我們就要離開這裡了 真捨不得 我直播大會掙了五十萬 這兒首付我已經結清了 你腦袋清水了吧 我說完就這麼隨便花掉了 這有什麼時候隨便 應該 這裡就是我們的家 這麼不住 我覺得你也跟你爸爸好好的 他還有什麼可談的 我要不是聽張楠說我也不知道 其實你爸爸一直都特別的愛情 嗯 只是他的愛 不太會表達而已 那今天呢我們 教大家做一道蜜汁排骨 當然蜜汁排骨這個蘸料也會比較重要 你們倆就不能坐下來好好談他嗎 他方便兩個說不讓你塞滿了 這些是我買來經過貧困山區的 跟他有什麼關係 你啊就是嘴硬 咱們趕緊讓兩個孩子 你咋吧 我的陪伴也讓我一天一天慢慢的陶醉 兩個人走到一起管他去說誰做誰對 我難過的時候你出現的卻那麼乾淨 也真的懷疑這是老天給我愛的訊號 開始幻想抱著貓和你一起慢慢變老 牽手指口答應我分手的 我也暫停 谢谢大家